取一一人再就社会被称为下九流的人 由于自古以来戏子便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 许多人都是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才去当取一一人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取一一人翻身了 许多人原本家庭条件优越 也投身到了这个行业 德云社就有许多不缺钱的一人 比如相声皇后于谦 十六万不能干什么的秦宵贤等 随着德云社的爆红 他们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追捧 更是为德云女孩们亲切地称为德云男团 上次在北展剧场的风箱演出 就有网友调侃是德云男团们的豪车车展 他们都开着百万豪车 看起来豪气冲天 其实几百万的豪车算不了什么 更有看透的是他们的豪宅 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位都是娱乐圈隐形的大富豪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豪宅 究竟有多好 第一位 上九溪 上九溪不但有钱 而且非常的低调 是那种内行人才能看出来的有钱 许多人可能觉得上九溪平常穿的也没有多花上 可是有人算过上九溪每一次出行 身上的行头加起来都是大几万块的 第七期德云社团宗德云斗孝社中 上九溪的一双鞋子也是让内行人吃了一惊 这双鞋子在网上的售价是四万块人民币 如果单单是四万块钱一双鞋 上九溪充其量就是个有钱人 可是要知道这一期节目是几个月前拍摄的 那个时候这双鞋子才刚发布 换句话说 上九溪有人卖能第一时间拿到这些奢侈品 董事长王会在购买奢侈品和一些名牌包包的时候 也要向自家的徒弟上九溪请教 德云社上九溪曾发过了一张与和超联同框的照片 并且配了一段嫌弃对方的文字 不少人表示这两位应该十分熟悉 要不也不会这样子 有人猜测二人小时候就认识了 有钱人果然都和有钱人一起玩 这个家境绝对不是爆发户这种性质的 他不是祖上就是有钱人 跟于谦老师差不多 上九溪在社交媒体发自拍时 意外曝光了豪宅内景 整个家居材质 颜色搭配都让屋子显得很顶级 每一处都尽显豪华 室内的装修更是金碧辉煌 看上去完全就像是一所宫殿 看得出来造价不菲 而这样的豪宅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辈子都存在着梦想当中 第二位 岳云鹏 小岳岳现在的名气 在相声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曹云金他们被判出德云社之后 看准时机走上大师兄之位 挑起德云社大量 年收入高达2750万 他的豪宅选用的是中式风格 装修大器不奢华 很沉稳一点都不张扬 没有灯红酒绿的气氛 反而都是红色石木的搭配 红色的楼梯清晰可见 餐厅很宽敞也很农村风 透露着大家庭人口多的那种温馨感觉 书房的装饰也很朴实风 不过倒是这些地气的风格 跟小岳岳是搭配的 深红色的石木颜色搭配花色的桌布 桌子上有一些凌乱 很有一种生活的气息 最最重要的就是 院子里居然还存在着老式的灶台 这种老式的灶台 一般在农村常见 像我们老家 基本都是这样的灶台 虽说现在农村 大多数人家都盖了新房子 但是还会保留这样的灶台 用木柴做的饭 有一种格外的清香味道 也是对儿时的一种怀念 岳云鹏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 有幸和岳云鹏同是河南人 对这种灶台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看到岳云鹏家里这么接地气的灶台 可以感受到岳云鹏对家乡的怀念之情 外部的网友都直呼 不忘本的岳云鹏真有魅力 第三位 秦肖贤 提到秦肖贤 大家听过最多的就是富二代 开马沙拉蒂来说相声 十六万啥也干不了等等 围绕他最多的就是有钱 而在之前郭德纲带他们徒弟 上演了一个综艺德云斗校舍 是让大家了解到了 秦肖贤他家是开酒店的 而开的酒店 也是在一线或者十二线的城市中 能在北上深这种地方开酒店 那家中的贝贝景和资金 也是很雄厚的 秦肖贤可以说非常有才华 这几年在德云社得到历练后 也有了很多的平台 要请他上综艺 前不久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秦肖贤家中豪宅被曝光 很多人纷纷都很好奇 下面就一起来参观下吧 秦肖贤的豪宅坐落于北京 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中 可以说能有面积这么大的豪宅也是有钱 平时秦肖贤一个人居住 所以家中当然是怎样舒适怎样设计 进门后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家中非常清爽整洁 大致的布局感觉不是很大 也是不是很奢华 但是等大家细看的时候 还能从一下小的细节 发现他家是极其奢华的 客厅的面积不算太大 但是设备是非常的齐全 客厅中间是有一个小的灰色沙发 而上面还有秦肖贤 平时没有整理的衣服 沙发不大 平时一人生活是够用的 平时沙发也是狗狗的位置 秦肖贤独自在家的时候 也会和狗狗聊天的 沙发的对面则是一个大大的投影屏幕和游戏机 看样子所有的男生都喜欢玩VR 还有游戏啊 从这也是能看出来 秦肖贤平时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一个人 他家的卫生间面积还是很大的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的浴缸 而浴缸外面则是一个双人的洗漱台 上面摆满了护肤品 原来老秦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啊 第四位 郭德刚 郭德刚在相声界就是一位传奇人物 如今的综艺节目火得一塌糊涂 而且郭德刚还带火了很多自己的徒弟 郭德刚在整个娱乐圈里名气都是很高的 大家喜欢郭德刚 所以会关注他的作品 相信大家一定还对他日常生活感兴趣 据媒体曝光说 郭德刚买下了侯耀文生前再没归缘的别墅 并花费上百万元进行装修 曾有一档专门看房的节目去探访过玫瑰园别墅 发现这里的房子简直毫无人性 节目主持人表示 玫瑰园的总建筑面积达819亩 相当于68个足球场 而绿化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1% 现在的价格应该在3000万元之上 家里的整体装修奢华典雅 同时还流露出了很沉稳的中式气息 整个屋子装修围绕着咖啡色 沉稳又显得很有神秘气息 书房与休闲区中间用了一道帘子隔开 流俗款设计更显得时尚 飘窗显得光线很清爽淡雅 符合装修风格 书桌上摆放了很多的书籍 而且还有很多植物衬托 散发着很自然的气息 屋子一角 桌上摆放着满满的收藏品 这看起来太有古韵味了 而且提升了整个豪宅的气场 桌上放了很多和茶艺有关的东西 而且很有年代感了 每一件宝贝都拥有独特的设计 而且价值不废 看来郭德纲的豪宅更是一片宝地 家里有真材实料的奢侈品呢 曾有传言 玫瑰园是他在师傅侯耀文去世后 强行霸占的 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此别墅不是郭德纲霸占的 而是用市场价格买下来的 郭德纲的出手上 帮助师傅闺女解了两个困 一是玫瑰园房贷难还的困 二是等于给两闺女继承遗产提了限 还有一条 就是打破了有人不想让玫瑰园 卖出好价钱的图谋 如侯耀文在园内猝死后 在玫瑰园里还设灵堂 让玫瑰园变成凶宅 之后又在搬家时给毁成毛批房 实际这就是让玫瑰园买不出去 最后做成个大便宜便宜某个人 可郭德纲按时厂价出手买下来后 师傅欠下的房贷还清 两个闺女一人还得到一千万的现款继承 以后的生活非常富足 可以说郭德纲住在这里无愧于任何人 尽可在玫瑰园踏踏实实住下去 第五位 于谦 谈起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于谦老师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于谦还是个富二代 在郭德纲还是个穷人的时候 于谦就已经在北京有十几栋房子了 真的是深藏不露啊 关于于谦的家境方间有很多传闻 出生于老北京城一个富裕人家 父母都是油田勘探局的领导 在郭德纲北漂市 于大业已经是有十几套的房产的身价了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 于谦常年游一个奶奶外加五个一探 估计是郭德纲的段子 拉扯大的 在2000年的时候 于谦遇到了那时候才刚起步的郭德纲 两人意外的狠合的来 所以于谦便放下了自己的铁饭碗 加入了德云社 后来德云社终于闯出了名堂 那时郭德纲曾提出给于谦股份 没想到却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除了是相声大师外 还拥有自己的产业链 开过一家名为天津地华的宠物乐园 郭德纲经常在相声节目中 对自己成天在宠物乐园里雷劈大作 在这个宠物乐园里最出名的就是马场了 全国各地最好的小矮马品种 他还专门买下了北京大兴机场附近 4万多平米的私人马场 每年光是投入就要花上几百万 北京是什么地方呀 说寸土寸金一点都不夸张 能在这个地方拥有60亩地 而且不是租来的哦 是于谦老师师打师买过来的 别说其他了这个地皮肯定就特别夸张了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本以为如此有钱的于谦老师家的装修会很奢华壮观 但是于谦老师家布置却是偏向于朴素实用式的装修 实在是令人非常惊讶 家里的客厅装修的比较正是真皮黑色沙发座椅 带着实木的扶手是比较商务的装饰风格 郭德纲经常来家里做客两人一起喝点白酒 不失为生活的良好调剂 家里有大大的落地窗 窗外衔接的部分是大面积的石阶 一个天蓝色的沙发座椅是孩子的娱乐天地 茶室是家装的重中之重 配置的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韵 一定有许多人都想不到喜欢抽烟喝酒烫头的于大爷 居然是个土豪 而且人家还一点都不土 日子过得十分风雅 随着德云摄像声越来越火 各位演员们早就在剧场之外的地方闯出一片天 不少人上综艺 演电影 出唱片 吸金能力十分强大 况且 很多相声演员都是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工 靠多年积累的业务能力和出色表现 逐渐走到大众面前的 希望他们实现财务自由 住上豪宅 开启豪车的同时 也别忘了继续学习 精进相声业务水平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感谢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感谢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